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欢迎走进冬奥会计在线的网络课堂 接下来我们继续给您讲解的依然是针对于2023年注册会计师考试税法 这门课程的巧学基础班 我们已经讲完了第二张增值税 第三张消费税 也把第六张给您介绍完毕 马上进入到的是第七张 第七张呢 讲了两个税种 一个叫关税 一个叫传播敦税 应该说这两个税种 传播敦税啊 它就占了一节内容 基本上还都不太出题 所以我们这一张重中之重就放在了关税 而关税呢 一会儿会给您看 一共讲了五节 但重中之重呢 就是中间的第三节 所以我们这一张学起来 不会有特别大的压力 您给我看一下 那么我们上来还是要说一说谈古论经 其实这个谈古论经呢 您不陌生 因为关税啊 是老刘家的四弟 最小的那个儿子 最小的这个儿子呢 还真的挺互加的 关税啊 它就是体现出一种 就是此路是我修 此树是我栽 要想过此路 或者要想上我们家来 得听我的啊 我不让你来你就进不来 我不让你出 你也出不去 就这么个感觉 所以大家看一下 在谈古论经里面 不就是老刘家的四兄弟吗 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啊 你看 大哥已经嫁和稀去了 增值税 就是我们第二张已经独揽 咱全国所有的重担都归二哥管 而三弟 或者叫做三哥吧 他呢又在这个有钱人的这个角度上 又做足了文章 对吧 就是劫富济贫嘛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四弟 这一定是四弟 因为老刘家就一共就四个兄弟嘛 四弟 关税 你看关税多厉害 想随便进我们家没那么容易啊 想出也不那么容易的 好 那你看前面这些我们都已经说过了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找四弟了 你看 他说 在这儿说 四弟你也来 哎 人呢 他们说了 哎 四弟是不是去工作去了 你看四弟就在这儿了 看见了吗 此树是我呆 此路是我开 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钱 没错 我们要给您讲的这个关税啊 它就是个留下买路钱的问题 不留买路钱真的不让走 所以你看一下 这是海关 看见了吗 哎 他们说了四弟这急性子 这在边关保护咱家交给四弟绝对没问题 二哥您就放心吧 看见了吗 的确咱们三个兄弟齐心协力 大哥营业税就可以安息了 老刘家的事说完以后啊 我们就开始给您讲第四章 开始讲老索家的事 老索家呀 一个是 这个这个 我后面再说啊 老索家事也挺有意思的 一个是 皇子啊 一个是公主 就是老索家的事 再先说老刘家的事啊 然后说完了这个谈古论经以后呢 就跟大家说一说什么叫关税啊 关税它一定是海关 就是我们说四弟 他站在这个国门口 然后或者叫做站在关境上 然后替祖国争的这么一种税 所以关税是海关依法 对禁出境 这个境呢 它指的是关境 它不是仅仅是国在我们国家 国境大 但是关境是小的 一会儿我们再说这个啊 就是对于禁出关境的货物也好 物品也好 征收领税 货物呢 你一听就大宗的 肯定我一买一百几十万的 几百万的叫货物 如果某一个人他说我就去外国旅游 回来带点东西 这就是个物品 我们都要征关税的啊 那叫进口关税 说征收关税是一国政府增加 财政收入的方式之一 其实我们说最早 美国现在咱就以美国为例啊 他已经这个建国 200年了 说他之所以发展这么快 就在他 他刚开始建国前50年的时候 他是闭关锁国的 那个时候美国发展的不行 欧洲厉害 所以美国政府就要求所有欧洲的东西 要想卖到美国来 美国的关税税率增加 老高老高的 那就是你想象 如果你关税税率 进口关税税率越高 欧洲的东西卖进美国的可能性就会越小 因为它贵啊 买不起啊 你都是国家整走了 然后美国老百姓一看 哎呦 还不买点美国自己生产的了 别买欧洲的了 所以刚开始美国他确实是 采用了这种关税贸易壁垒的方式 来寻求了本国几十年大力的发展 那就相关于是只能自己自足 只能要求 美国自己的商人 自己的老百姓来消耗自己的东西 他们的技术产能就越来越厉害 但是慢慢你会发现 这近一百来年 美国可是牛了 所以美国现在他已经不再 指望着他自己的生产力了 他就是玩金融 对吧 玩军火等等 所以他现在就开始放开了 他一旦放开以后呢 你看 这个话应该说接着到2016年 现在到2023年 7年前吧 就做过一个测算 说美国敞开大门以后 因为他发展起来了 他就不在乎了 任何国家东西都可以随便往他美国去卖 人家美国也需要啊 而且谁都愿意卖到美国 换取的是美元 是硬通货嘛 所以人就说了啊 现在美国它的这个进口关税的平均税率是1.5% 而2016年的时候 因为我们国家是2001年正式加入WTO的 所以当时在2001年我们寻求了15年的保护期 就15年之内你们不能随便往我们中国卖 我们还是可以增加很高的关税税率的 等到15年以后你们发展差不多了 就不能争了 所以到2016年 相当于是我们15年缓冲区过了 我们国家进口的关税税率从平均角度上来讲 我们不能单独说这个笔是多少 这个饼干是多少 没有说平均嘛 从平均来讲 原来的39.5%就变到了7.4% 那你看一个是7.4% 一个是1.5% 那你一看这个简简单单的这个关税税率的话 你觉得好像还是美国挺厚道的是吧 你看谁卖到美国的东西 美国海关才征平均1.5%的关税 好像中国还不是特别厚道 怎么征7.4%啊 征那么高啊 你关税税率越高 算是你越不想让外国的东西卖到你 中国来是一次啊 但是有一次美国政府当时就提出来了 说你看中国的小汽车卖到我们美国 我们就收10%的进口关税税率 而我们美国的汽车卖到你们中国 你们中国就都收到20%的关税税率 这不公平 当时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就问了他一个问题 说是从关税税率角度上来讲 我们说这是平均的 如果针对于小汽车来讲的话 可能是卖到中国我们收了20% 而我们的卖到你们美国 你们只收了10% 当然就问他一句话 你见过几个美国人买中国汽车了 所以你汽车最早还是发明于你们美国 在新能源汽车在比亚迪没有起来之前 我们没有几辆汽车真的能卖到美国去 人家不认我们的 反而我们认美国的东西 所以这时候就会形成国与国之间一种较量 所以这又体现出来了 我们之所以加入WTO也是体现出来要给国内的企业一种压力 要不然的话可能比亚迪也出不来 吉利也出不来 所以您看一下这个关税它确实是财政收入的方式之一 所以我们当时也提到过说美国刚开始发展的时候 他靠关税收了很多钱 另外一个他也保护了民族企业 他现在可以放开了 因为他国家太强大了 而我们想当初在2000年之前也是收很高的关税 那个时候我们老百姓是见不到很多外国货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本身也没有多少钱 那上海深圳也好 那么多基础保公司 他也不愿意到外国去进口那些货物 因为他进口来以后我们没有钱 我们也买不起 他也是死赔嘛 所以这时候你看 关税它确实是财政收入之一 但是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 关税在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在不断的下降 所以现在不是是世界贸易大家庭吗 就是有一个世界贸易组织吗 对吧 他说每个国家呢都会对进口也好出口的商品 根据它的种类和价值征收一定的税款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通过收税来抬高进口商品的价格 所以说比如说啊 咱说一句不该说的话 我这个人在用笔的角度 用别的倒无所谓啊 我用笔的角度 这全都是进口的 因为我比较喜欢用外国 就是是韩国还是日本的 就用百路啊等等 你看咱就以这只笔为例 这只笔假设是上海的进出口公司 它上货 就是它进口来的 这只笔多少钱呢 假设10块钱 假设10元 但是因为是从国外买的 然后我们为了保护本国的得力 本国的什么成功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就说了 这个东西不能轻易的卖掉中国 如果轻易卖掉 因为我就需要一只笔 我要是买了外国的 我就不买中国的 它一定会对中国的本土企业形成一种影响 所以这时候它会收一个进口环节关税 那么这个进口环节的关税 假设这一只笔收50%的关税水率 那你看 我们说这个假设货价就是10块钱 再加上运费 运费和1块 1块钱等于11 光这11块钱叫什么 叫关税完整的计算价格 后面第三节目就会讲 在这关税的完整计算价格进入上 再收一个50% 11块钱的50%就一半了 那就是5块5的关税 你看我还买得起吗 我可能就买不起了 相当于是这个笔就10块 运费1块11 再加上5块5 16块5 你看 确实它可以挡价 它挡完价以后我就买不起了 买不起我就不买了 那我转 我还需要笔 那我就买得力的 那我就买成光的 去买在国内生产的 不就这意思吗 它不就是为了抬高进口商品的价格 降低进口商品的市场竞争力 减少在我们市场上 对本国产品的不良影响吗 是意思哈 对 它说关税有着保护 本国产业的作用 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它的不利影响 也在逐步的就显现出来了 您知道为什么 逐步的显现出来了吗 因为落笔要翻课吗 你就想如果说你现在 比如说从韩国进口来的这个比 你的关税税率给它50% 如果你得力要干起来 得力心想了 我也不能光在中国卖 我也想卖到韩国 跟他比试比试 跟他竞争竞争 这时候你要想卖到韩国 人家韩国也不怕你了 韩国心想 你收我50% 我也收你50% 那不就互相对抗了吗 它经济就流通不起来 能理解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也不一定都是好事 如果说我守着 我这一亩三分地儿 谁的东西也别想轻易卖到我这 我自己的民族企业得好好卖 我得让中国人网友 自己买咱自己的得力的笔 这时候第一 我是中国人 但是你没有让我想受到更好的服务 中国这个笔 它可能在若干年前 它就是不如欧美的 它就是不如日韩的 那你得让我老百姓 想到更好的服务 这时候一想 也是人家网友就愿意用那个好笔 要不然就降低点关税 让他用吧 你看这个体现出对老百姓的好吗 所以慢慢的就经济沉穷化了 你看他就说了 关税作为贸易保护措施 作为反倾销的制裁措施的角色 出现 其本质是区域保护的政策 就有的时候 收完关税以后 不就是一种贸易保护吗 就是反倾销 有人说 你这东西卖到我们中国能那么便宜 其实这个反倾销这个事 在90年代的时候是特别特别多 因为中国90年代 房子并没有涨钱 所以每个工人要求的工资很低 而且我们又 中国人特别勤劳 说一天上10个小时的点都没问题 对吧 所以他就相对是和单位成本 一小时的工资很低 那么我们当时在90年代 生产出来任何东西卖到外国去 他们都说我们是赔本卖 都说我们是腾心的到人家国家 去扰乱他们的经济秩序 比如说一个锅 我们这边确实料工费之合就60块钱 卖了下62我们还挣两块 他非点说我们成本890 你看362赔钱卖 然后我们记得当时看新闻的时候 经常就是中国代表团 带着账本到时候去给人看 看见我们真没赔钱卖 我们真的是挣你们钱了 所以就是反倾销 就关税就认为 你倾销我就卖了 我就得收关税 不然的话你扰乱我市场 就这个意思 所以你了解一下 这是关税的一个 大概的背景资料 其实就是第一个就是国家 为了保护自己 收一个进口的关税 我们家里面都不说出口 就进口 收一个很高的壁垒 现在这个台阶 你不容易卖到我国内 让我国内好好自己去发展 对吧 然后接下来呢 你就知道了1949年 我们中国成立了 然后海关行政管理权和自主权 就得以恢复了 原来不都是租地业吗 等等 同年呢 说10月25号海关总署 在北京就正式成立 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那就还不叫国务院来 叫政务院来直接领导 实行垂直 统一到垂直领导 所以现在为止 我们的海关也是属于海关总署 归国务院直接领导 都是垂直的 你比如天津海关 根本不归天津政府管 直接就被海关总署给管了 对吧 垂直领导 那么说完这个以后呢 接下来呢 您了解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关税 它是一道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是中国的这种态度 所以我们就应了 邓小平总是曾经说过的话 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 然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意义 说任何一个国家 你要发展 你不可能闭关自首 你孤立是不行的 你得加强国际交往 你得引进外国的 这种先进的经验 先进的科学管理的技术 还有资金等等 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跟我们后面 第四张企业所得税 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我们的企业所得税的角度 也能够体会出来 我们世界是一个开放的 我们有居民企业 我们有非居民企业 我们要引入更多的外国的钱 让他给我们投资等等 对吧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什么呢 说既然世界是一个开放的 我们应该融入到世界 这是邓小平 改革开放的领路人 那么我们怎么融入啊 我们跟人说打个电话 融入你们就融入了吗 不是 在这里面国际上是有组织的 最早呢 它叫官贸 官贸总协定 什么叫官贸呢 就是官税及贸易总协定 那有人说了 那什么叫做世界贸易组织 什么叫官税及贸易总协定呢 我跟你说 它是一个组织 它这一个组织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在最早的时候 国与国之间 在进行交往的时候 无外乎也就是 我卖你点茶叶 你卖我点棉花 你卖我点照相机 我卖你点洗脸盆 就是这些东西 对吧 但是慢慢的会发现 越来越多的卖的是什么 是技术 越来越多的是卖的是服务 比如说以西大的倡导 一带一路的服务 我们经常到卡塔尔 经常到乌兹别克斯坦 给人家去盖楼 给人家去修高铁等等 就是服务越来越多了 不光是负物了 而且有知识产权 还有我给你投资 对吧 我给你投五个亿 我给你那么生产线 用你的人 然后挣个钱 我是老板 所以这种原来的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它只是针对于货物而言的 所以这些成员国说 咱们现在不光货物交往的很厉害 咱们现在服务 咱们现在投资也厉害 但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只针对于货物 怎么办呢 咱来个更大圈的 咱来个管的更多的 就变成了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 它叫世界贸易组织 但它不叫国际贸易组织 但凡要叫国际贸易组织 它的成员国 必须都是主权国家 但是世界贸易组织 可以不是主权国家 比如说你看 世界贸易组织当中 香港 澳门 他们都可以是成员 因为我们不一定要求是成员 不一定要求是主权国家 你谁都可以 你像欧盟 它也可以是世界贸易组织 它不是一个国家 它这个欧洲的联合体 都可以 你了解一下就行了 所以你看 我们从官贸总协定 一直到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 从官贸总协定的八轮谈判 对世界贸易产生 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乌拉圭回合谈判 不仅包括传统的货物贸易 还有其他的 所以这个时候 世界贸易组织就推动着多变贸易 以后就是什么事 就不要再提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了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就没有用了 现在变成世界贸易组织了 那么在这里面 其他内容 您都自己看就行了 我们不一个一个给大家讲了 您就记住了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用了将近半个世纪 它是一个准的国际组织 一种情形 用了半个世纪 慢慢的就被世界贸易组织 给取代了 所以大家跟我来看 世界贸易组织 就是我们说WTO 是一个致力于 要开放 而且公平 而且不能扭曲竞争 而且要致力于监督世界的贸易 和使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的最大特点 就是要把国与国之间 弄成一个大家庭 我们中国卖到你美国 你美国收很低的关税 那么相反 你美国要是如果 把东西卖到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也不能收很高 因为就是相对是 这个礼尚往来一样 就都不能设置很高的门槛 就相对是 都是一家人 抬头就能进门屋一样 对吧 后面说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是什么 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保证充分的就业 和大幅度稳步的提高 实际的收入和有效需求 扩大货物和服务的生产与贸易 积极努力的确保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 在国际贸易增长中的份额 与其经济发展需要相称 所以在这里面 您记得 我们说 应该是从1995年的1月1号 从这个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就转成了世界贸易组织 现在世界贸易组织 是1995年1月1号正式产生的 而我们国家呢 是6年以后 2001年的11月 正式加入了WTO 当时我们在加入WTO之前 美国是非常这个什么的 他非要让我们加入 当时他们说了 他说共产党为了外星好 你承认吗 共产党 我承认 说你怎么能体现出 你对老百姓好 你不加入WTO 然后我们 买这么多好东西 这么多好的化妆品 这么多好的烟 酒 这么多好的设备 你中国关税那么高 我卖不到你中国去 我卖不到你中国去 你中国老百姓就尝不到 这么好吃的东西 然后你想也是 但是我们当时 中国代表团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你想在 九几年的时候 2000年之前的时候 我们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 并不是特别乐观 并不是特别好 那家里也没有电脑 也没有个汽车 啥都没有 也就是说 我们自己本身的产能 还是有限的 然后当时说了 我们想加入 也想让中国老百姓 过上更好的日子 但是前提条件是 让中国老百姓 吃到更多的外国好东西 比如说他就有这个饼干为例 我让中国的老百姓 吃到更多的 像乌克兰这种 特别奶香味好的东西 但是你我也保证 我的每一个中国人 将来这种就业吧 如果我放开了 我的关税税率很低 外国的饼干 全都卖掉我中国 那我中国的饼干厂 不就完了吗 所以当时就说 加入WTO 是一个契机 是一个好事 我们得回去开会 给谁开会啊 当时就要国务院总理 就是统管这种经济的嘛 他就给当时的企业家 那时候肯定也没有马云 马云那边没起来嘛 就给当时的企业家 比如说像什么 比亚迪汽车 什么王传福 什么李舒福 吉利汽车 就给这些 还有联想 给他们开会了 说看见了吧 说狼来了啊 我们现在马上 也是为了这个民族的发展 中国的这个越来越厉害 我们要加入WTO 但是加入WTO以后 我们现在就争取缓冲期 然后在缓冲期一到 可是外国的汽车 可是很低的税率 就能卖到中国了 那时候中国老百姓 选择美国的汽车 还是选择你比亚迪 那就看你比亚迪水平了 对吧 所以当时我们在 就是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 美国的意思是 给你个三年两年 缓冲期还不就行了吗 中国代表团在这 就不送口 说至少得15年 所以最终我们就选择了15年 人也同意了15年缓冲期 所以从2001年 加上15年 你会发现 从2016年开始 您能感受到吗 我们手机上的全球购 海外购 就是从2016年才开始 就是有了 之前我们很少能 买到外国的货 那就是15年缓冲期过去了 外国的东西 咔咔咔的就会很便宜的 因为它交的 进口的关税低 原来最早的时候 平均关税是百分之将近40 到最后降成百分之七 你想就差了百分之三十多 一百块钱就差三十多 所以这时候你看 我们是不是就 中国的老百姓 确实也是因此而受益了 而且您知道 我们加入WTO 加入WTO之前 在谈判的时候 人家要求我们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们中国必须要生修 原来我们都是单求 只修周日 说你们必须要生修 为什么 因为加入WTO以后 是中国的产品 要往外国卖 外国的产品 也可以往中国卖 但人家要寻求一种 做出产品的料工费之和的 公平和合理 人家说了 你中国人好家伙 一个月 一个礼拜上六千本 工资都差不多 那你肯定和一天的单位成本 就会 工资就会低 那你成本就会低 那你成本低的话 你可能往外国卖的话 你挣一块钱你就卖 那你肯定就哗哗哗的往外卖 对吧 人家觉得不公平 而且世界贸易组织 它也形成一个 对人类要好 所以说凡是加入WTO的 所有成员国 人家都是双修 你们中国也做到 因为一旦双修的话 你会发现工资并没有减少 但是劳动者只上五千本 是不是和一天的工资就高 一天的工资高 一小时的工资也就高 所以往这个产品里面 寄的料工费之和 肯定也就高 这时候它就防止 你比别的国家生产出来 都比便宜 所以我们是不是因为 因为这个收益了 是因为这个收益了 因为加入WTO 还有一件事情收益的 就是从两千年开始 我们国家高效扩招 为什么要高效扩招 就是因为加入WTO以后 中国要助力于企业的发展 因为你中国企业 只要不发展 你就再没有机会发展了 为啥 15年缓冲期一过 外国的什么东西都能进来 你什么产业也做不起来了 因为老百姓是什么 我不管你是中国生产的汽车 还是美国生产的汽车 只要是又好又便宜 进入到企业做高管 赶紧培养他们的管理能力 把咱们企业从技术到管理 弄起来 不是这意思吗 所以一个是高效扩招 一个是双修 其实都是跟WTO有明显的联系的 所以我说大家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国家就改成了 这个就是当时谈判最后出来的 你不双修人家就不带你玩 你不双修的话 说明你压榨老百姓 你的单位公司都会便宜 那你的东西肯定比别的国家就便宜 这个意思 了解一下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呢 对我在说到这的时候 我忽然间就想起来一个事 你看我们从2016年开始 全球购海外购就越来越多了 因为海关征的进口环境的 关税下降了不少吗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记得第三章 给您讲过化妆品吗 原来我们的这个消费税的税目 叫化妆品 但是随着2016年 15年缓冲期以后 外国的又好又便宜的化妆品 可就冲击到了中国 所以我们中国很多化妆品企业 连当都开不了了 不用开机器了 没有订单 没有人找他买 所以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变现了 由化妆品就变成了 高档化妆品 财成消费税 不高档的根本就不争了 你记得吧 其实也是受这个影响的 好 这是我们说的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怎么到的世界贸易组织 而且我记得在2000年 我们入关了入市了 当时还是那个纸媒嘛 就报纸嘛 然后就是买报纸 都是这样入关了 入市了 大家就兴高采烈的 然后没过通知也好 就没消息了 老百姓也不知道啥意思 啥入关了 啥入市了 其实呢就是 我们是从2001年的11月份 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但是没有任何的变化 15年以后 海关在放行的时候 收的关税就低了 所以15年以后 才真正的体会出来 你看现在呀 像我们家阳台上 也有一些吃的喝的 哎 都是什么 这外国的啤酒啊 或者是美国的 还有乌克兰的这个饼干啊等等 真的是挺便宜的 要搁以前没有 见不着这东西 因为压根就没有人 到国外去上货 因为他上完货以后 叫你们关税太高 老百姓就相为不起 就没人买 现在就有人买了 对吧 他毕竟对国内 也是有冲击的 但对国内有冲击 你看是不是也好事啊 比亚迪做出来了 比亚迪现在做的 跟特斯拉差不多了 然后吉利也出来了 然后华为也起来了 中兴也行了 这不也相当于是 狼来了狼来了 把狼引进来了 可能自己也就与狼共舞了 对吧 也就越来越厉害了 那么说完了 这些背景资料以后呢 你最起码也是能够 结合着我们前面的消费税 回忆回忆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正儿八经的 进入到关税的学习 我们国家 就我国关税征收的法律 依据有什么 比如说有一部法 就叫海关法 还有进出口关税条例 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的条例 以及进出口的税则 这些其实都没什么意义 没什么意义 你就了解一下就行了 就是我们有这 你所有海关 你不管是征进口关节关税 还是征出口关节关税 你都依据吧 这些就是依据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通关指南 在通关指南里面 您就记着说这个税种 它确实不是特别重要 但是你知道它影响谁吗 它影响我们前面增值税 跟消费税里面 讲到的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跟消费税学习当中的一个 这个基础 因为你算进口环节 增值税进口环节消费税的时候 当时我说必须要组价 那你组的那个价格当中 必须是关税完税价格加关税 其实关税税额是多少钱 极其简单 它的主要落脚点是 你怎么把这个关税 完整的计税价格求出来 这个完整的计税价格 是我们第三节会给您讲到的 这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 那么在这我再补充一句 我们不说现在 中国经过了多少轮谈判以后 终于在2001年11月 正式加入WTO 形成了要求了15年的缓冲期 对吧 那么既然加入了WTO以后 这相当于是一个大桌子 你看这是美国 这是英国 这是日本 这是韩国 我们不也进来了吗 对吧 比如说这是我们 这是中国 我们进入来了 进来以后呢 它既然加入WTO以后 相当于是 它卖到它国家的 它卖到它国家的 它卖到哪个国家的 你们哪个国家 都得收很低的关税 咱们都是统一的 你给我多少 我给你多少 或者说你比如说 这个是美国 美国说了啊 我跟韩国不错 好我给韩国 只要是韩国卖到我美国来的 假设这个磁吸 好我收7%的进口关税税率 那中国卖到这 它也只能收7%的 能理解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它既然形成了一个 世界贸易组织的大家庭 谁都不能歧视 这都是明码标价的事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点 关税呢 它其实分成三种 一个叫做进口收关税 一个叫做出口收关税 还有一种叫做过进收关税 但是这种过进关税啊 世界上将近两百来个国家 基本上没有收人了 以前都是什么 国与国之间都闭关锁国 你也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你 好嘛 你这东西要是从我这过 我都得收一个过进关税 虽然你没有卖到我这 也不是说从我这卖出去的 你过都不行 但现在你想你过 就是你比如说你是个内部国家 人家A国卖到B国 就通过你这 从你这一过 你就收一个过进关税 你好意思吗 世界贸易组合成员国 都愿意鼓励本国的企业 把产品往外卖 因为现在技术都已经不错了 过剩了 所以都愿意卖到外国 去换取这个美元呢 或者换取利润 挣利润等等 出口的这个关税 基本上也都不征 出口关税基本都不征 但是都是玩命 争什么进口关税 刚才已经说了 为什么要争进口关税 就是保护民族企业 不争进口关税的话 你看这支笔 我就买日本的了 韩国的 他争了进口关税的话 我可能就会买中国 因为贵啊 虽然说现在有一点下降了 这个关税税率下降 它毕竟比国内的 还是多了个关税 对吧 毕竟还是多了个关税 所以您就记着 我们现在从关税的角度上来讲 正常来讲应该是三种 但是过境没了 出口基本上不征 但是也不能说都不征 比如说在疫情期间 我们的口罩都不够用的 一个口罩生产企业 你把口罩生产完以后 卖到英国了 那我们中国政府能容忍吗 中国海关能愿意吗 不愿意 说这时候我们要收你出口关税 东西是你的 我们世界贸易 又是自由贸易 所以你可以卖 但是我们政府要收出口关税 那如果现在疫情都过去了 那口罩你随便出 我们就不收出口关税了 所以出口关税很少争 大家都是把目光盯在了什么 进口关税上 大家都把目光盯在了进口关税上 你知道还盯什么问题吗 刚才我们一再强调的是 大家互相盯的 都是关税的平均税率 对吧 都会说你中国 你可要出15年缓冲期 15年缓冲期过了 你的平均关税率是多少 我们就可以说 看见了吗 原来我们是39.5% 现在已经变成7.4%了 我们已经履行诺言了 哦 平均7.4%可以了 但是从另外一角度来讲说 你别耍花招啊 你的关税税率是下降了 你的关税的完整的那个价格 你别给我弄老高啊 你别给我弄太大啊 所以关税的完税价格 就特别重要 正因为关税的完税价格 如果特别大 在关税税率不变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这个国家的关税 收的也会特别多呀 没错 所以这些成员国之间 又对于进口货物的关税完税价格 应该哪些加进去 哪些不能加进去 就写的事无巨细了 这就是我们跟您说的 真正最重要的是 我们本章当中第三节 讲的关税完税价格 关税完整的计税价格 是国与国之间都磋商好了的 哪些往里进呢 比如说购货佣金不能进 什么这个卖方的佣金可以进 中间的经济费可以进 容器费可以进 劳务费可以进 或者是买完之后的 这个安装钱不能进 这都是我们第三节 会给您讲到的 您得知道哪些能进 哪些不能进 因为如果当国政府 在平均税率 或叫做进口的关税税率 不能变的情况之下 很低的情况下 他可能愿意把关税完税价格 那么大点 被别的国家一发现 就举报你 一举报你 世界贸易组织就找你 你能理解这意思 所以你看 本章是我们税法考试当中的 这个次重点 包含了关税和传播顿税 两个税种 本章内容少 学习难度小 但是关税对于增值税 完是完整 税是寄税 完整的寄税价格 这是我们在这一张档中 您必须会的 进口关税的完整寄税价格 简称进口关税的完税价格 特别特别重要 然后再看一下考证分析 本章考试一般就单选多选 近五年套这平均分支在三分 需要注意的是 它在综合体里面会考到的 因为两道综合体 一道题必考增值税 增值税里面 必考跟关税有关的 它从国外进口了货物 那您就要先算出 关税的完税价格 这个关税完税价格 是全世界都统一规定的 哪些能保 这个关税完税价格里面 进哪些不能进 然后再成为关税的税率 所以它在综合体里面 会考核大家的 然后今年教材没有变化 因为关税这个东西也不好变 它是属于国与国之间的事情 一旦定点来了 就一直下去了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 本章的结构 一共就分成了六节 第一节关税的对象 以及纳税义务人 没什么考点 特别简单 第二节进出口的税则 进口也好 出口也好 我们是有税则的 我们来看进出口的税则概括 还有税则的归类 还有用到哪天的关税税率 了解即可 然后第三节就是 关税完整的计税价格 与应纳税额的计算 这个关税完整的计税价格 分成一般进口货物的 关税白税价格 还分成不一般的 就是特殊的进口货物的 关税白税价格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点 特殊这个并不重要 然后出口货物了解即可 但也还行 因为出口你理解了也不难 然后应纳税额根本没有内容 跨境电子商务 零售进口商品 根本不用讲 为啥 因为它是我们第二章 第六节已经讲过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就是第四节 关于关税的减免 有法定的减免 有特定减免 还有暂时的免税 什么时候暂时免税呢 比如说每年上海 举办进口观览会 外国的那些参展商们 都拿他们的好东西过来展览 有可能就会卖掉中国 但如果卖不出去的话 只要他六个月之内 然后传播敦税 传播敦税呢 就是跟船有关系的啊 跟我们第十一章的车传税 也会有一些交叉点 了解即可 那么说了半天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您 在这一章当中 这个很少考到 这个是重点 只有第三节 真的是重点 第一节第二节都很少考到 大家看一下要点提点 在第一节里面 我们直接给您讲一个征税对象 直接讲一个纳税义务人就OK了 关税是海关依法 对禁境或者是出境的 货物物品征收的一种税 那么这个禁止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大圈 我要把它想象成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的话 那么在我们的国境里边 比如说这里面是自由贸易港 那么这种相当于是 我们国家的国境 是大于我们的关境的 这是关境 看见了吗 所以它会形成一个 国境和关境的区别 还有一种像欧盟 你看欧盟不就是有法国 德国那些欧洲的小国 组成了一个联盟吗 那么那时候你会发现 法国是个国境 但是它欧盟就是个关境 此时你会发现 它的关境就会大于它的国境 这个大家了解即可 没什么大的内容 跟考试关系并不大 对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直接看一下 征税对象 首先准许进境也好 出境也好 这个境指的是什么 关境不是活境 所以你看关税是海关依法 对进境或者出境 这个境是什么关境 对吧 进出关境的货物 或者是物品争的 它有两层含义 一是关税的征税对象 必须是进出境的货品 什么叫货品呢 货就是货物 货就是货物 品就是物品 看见吧 品就是物品 另外二是进出境货物也好 物品也好 是指有型的货品 无型的产品 一般不能成为关税的对象 一般在特殊情况下 也是除外的啊 你比如说 我们要从美国买了个专利船 买了个专利技术进来 你说那还路过海关吗 根本不路过海关 不路过海关 海关根本就争不着 对吧